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算很准 最后获得了胜利也是当之无愧 这盘棋 陈瑶叶九段和邱俊八段是老对手了 他们两个在 我记得不错的话 在06年的时候 阿罕同山杯的半决赛 他们就遇到过 他们就遇到过 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对决的画面 是 这个 这两位棋手 都是少壮派 怎么刚开局 怎么就是愁眉苦脸的 你千万不要被邱俊的 这个表象所迷惑 他在这个训练的时候 下快棋 像刚才的那个表情 我们已经看到不下几百次 上千次了 就是他每次下棋 不管形势多好 或者说不管形势多坏 他反正都是这样 就是会有很痛苦的表情 就是你要是不了解他 你会觉得这个人 可能不是在参加比赛 是在受一种煎熬 这个我们 一开始不理解 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其实这个可能是他 一种 就是不自然的一种表现了 慢慢的 由于多年的一种习惯 成为一种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 就把它看作是 邱俊的招牌动作就好了 不然的话 如果不看棋盘的话 以为这个棋已经快下完了 邱俊已经快输了 但是你这 就刚刚我们才注意到 他就下了 一人下了一手 然后他下第三步的时候 就已经是那个表情了 那我觉得好像太奇怪了 对这个个人有个人的 一些习惯的一些动作 和面部表情 这个我们没有资格去评论什么 但是呢 我现在就是想 想对棋友们 电视机前的棋友们 说一句话呢 就是围棋的过程啊 是非常快乐的 就结果呢 当然只能有一个人快乐 有一个人痛苦 但是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就是邱俊他也在享受这种快乐 但是呢 那内心的快乐 在脸上呢 是不一定能表现出来的 嗯 我们看有的人 像李昌浩 他下棋呢 脸上永远没有表情 那自然就一定会有人 像邱俊这样 面上的表情 非常的丰富 嗯 这个 个人的表现的形态不一样 但是这个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 就觉得围棋 是很痛苦的事情 千万大家不要 拿邱俊做一个例子 你看他下棋 总是那么痛苦 不能这样 姐千万不要这么去理解 这个只是一个个体的差异 总的来说 我相信邱俊呢 他对围棋的热爱 这个大家都知道 非常用功 然后呢 每下一盘棋都很投入 嗯 他的生命中 他很享受围棋 那表现出来的样子 你可能看不出来 这也没什么 对 那我们也 现在也开始享受 这个围棋的过程吧 黑棋是新 白棋也是新 邱俊的黑棋 对 新味 挂脚 一箭低价 这个小飞呢 不是很常见 但是也不能说 特别的少见 我相信陈盈也经常看到 这个有人下小飞了 这个小飞 最一开始 是 崔正汉先下出来的 我记得 但是什么比赛 跟什么人呢 我确实有点记不清了 因为后面人学的很多 我就有点记不清了 但是好像就流行了 那么挤盘棋之后呢 又马上有很多人 又都不下这个了 这个地方呢 我研究的不深 我没有太多的一个发言权 对这个棋 对我拿黑棋 也不怎么这么下 我拿白棋呢 也没怎么碰到 别人跟我下 平时呢 也就没有花太多的工夫 去研究这首棋 总之我们来看 它的实战嘛 它的实战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式 它的实战就是一个定式 大家记住了 你不管拿黑棋 还是拿白棋 你就这么下就行 就这么下就没什么问题 它现在加工这个 飞出来 对这个出头 肯定是要出的 不知道它现在 肩顶这个行不行啊 其实有点像 肩顶我会顶吗 顶这个 我在这样出头 行不行 如果不肩顶的话 下面黑棋的一些 定型手段呢 是看得见的 那就在小肩 这个电话我们不摆了 我们主要还是给大家 介绍实战的 这么一个定式啊 就是它正常出头 这个时候 黑棋的靠呢 是一个很好的定型手段 它在防这个靠段 是吧 它主要也是为了定型 要不然它这时候 不好出头了 它现在在出头的话 人家就在砸钉它一下 也不舒服了 不像刚才 你砸钉的时候 你可以飞压 罩住 你现在出头的话呢 黑棋这段时间还是要 把形状整理一下 怎么整理呢 就走这个 靠一个 然后挡住 然后再加一个 对 这时候白棋肯定不肯虎一个 对 这个虎的话呢 就是上一节我们讲过了 这种时候是无论会要反击的 不可能容忍别人 把自己打回去 这个反击呢 当然黑棋也做好了一个准备 就是这个 拐的时候呢 这个一样不能忍受 拐一下 这个局部呢 局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变化 这个有很多的棋手 就有很多的高手 也都这么下过 我呢 对这个形状的判断 确实没有经过很深入的研究 我不好说是谁肯定好 谁就不行 总之呢 大家既然都这么下 我觉得就被被谱也无妨 总是有些地方嘛 不动脑子也就不动脑子了 别人都替你动过了 那这个地方我感觉好像这个定型黑棋 这个也拐到 这个也搬到了 似乎黑棋好像还可以 确实还可以 不过这个也很厚 白棋这个形状也很厚 我白棋要不走行吗 我不走 如果打的话呢 我就粘上 不走它也不会轻易打 但是问题是不走 你走那呢 没什么事干了 现在 跳这个也不是很大 如果往外跳的话 这个形状也不是很好 对 那想办法整 你不走以后它还是搬 它一搬的话呢 你就 你也不会立了 你也不会立也不会拐了 以后你就等了 它打迟这一下 这个搬还是很大 应该说 黑棋就活了 黑棋就活了 这个差不多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别说是快棋了 本身就不怎么想在这动脑子 就算是慢棋 背一背谱也就算了 那后面的这一步棋呢 黑棋这个靠是好奇 这个大家要学习一下 如果你要是 就是往外跳的话呢 就显得有点无谋了 它就一跳过来 那这个局部呢 黑棋自身是 是没有活镜的 这个形状呢 确实白棋就比较满意了 那现在靠这个呢 就是破坏白棋的一个形状 你要是退的话呢 它可以翻阶一下 对 白棋如果要紫度的话 就只能这样 这个时候它再靠跳出来 就你自己 白棋的形状也变坏了 对 这个是 是黑棋的意图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白棋就暂时先脱线 也可以 也没问题 可分头这个 这边 大家就把这个 他们的一个对局过程呢 就当成是自己 学习了一个定式 我们也跟着复习一下 但是具体这个 什么好坏呢 或者说有什么优缺点 对于双方 我不好说 这个确实 就是白棋厚一点 对 这个地方呢 功夫下的不到 这是我的问题 这是 嗯 然后接下来 逼住 然后拆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形状 然后从这边再尖出 对这个时候 白棋就千万不要去拐这一下 有的时候呢 棋友们可能顺手就 就拐一下 那拐完了以后呢 再进来就有危险了 这边的空啊 就给黑棋送的有点太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等了他去压也没关系 对 压你就跟着 你就跟着扳也没关系 趁他这时候 没有成空的时候 赶快坚冲进来 赶快要破他的空 然后再长 继续贴 对 这个时候黑棋要出头 黑棋这么飞过不满意吗 这个断然是不满意的 关键你这个飞过啊 你飞的 这个过得不是很愉快 他比如说 他飞 你要冲吧 他再一跳 冲的话对 被他跳一下挺难受 对 而且他或者 他就算 他就算跳 这个 空就变得很小 那我就这么过了 是不是还行呢 这样可能还可以 但是你这个头 也基本上出不来了 他就算再拐动你 就跟刚才还是差别挺大的 这个基本上黑棋还是要出头 黑棋还是要出头 因为纸围底下这点木 并不是黑棋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这个底下的木的价值也不是特别大 那还是要出头 它是想攻白棋吗 那肯定的 这一定是要攻你的 因为本身这个黑棋的幅度呢 在被你尖充之后 这个维空的幅度已经不是很大了 如果不能出头对你进行攻击的话 还在底下维空就显得有点小气了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开场的这个造型啊 也就摆成这样了 这个是好行啊 同时补上两个段 白棋这两块棋 一时半会儿肯定连不上 当然这块棋呢 相对来说 对 基本是活棋 但是以后呢 以后黑棋就这么一个个小拆衣 也挺舒服的 拆衣完了以后 有这个加 有一个点完了加的手段 还是有价值 就是黑棋出头呢 把你分成两块呢 还是有它出头的价值 比这个价值要比你更大 实控会受点损伤 那也 这个地方的损失 在别的地方一定会补回来 你要这么相信 那再继续长 这个地方的变化就比较有趣了 它现在贴了 搬了长之后呢 白棋要开始反击了 白棋现在要把这个给你断掉 那黑棋是不是不能走上边 走上面这个脚也能 要是走上边 它打吃完了再一点过来 这个黑棋自身有危险 嗯 那就只有吃 白棋这时候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 吃这个就粘上了 对 这样就白插一个先后手了 对 它要吃这个 吃等你粘的时候呢 它再冲 再长 这个看上去 白棋是不错 白棋这个棋形状下的很不错 对 黑棋要做火了现在 把这个给打掉了 黑棋这儿还是下的形状上还是稍微有点问题 贴完了 不过贴完了不能搬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啊 这总不能 总不能下这样的气 跳一跳 跳一跳也还是有断 嗯 那这个形状呢 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个贴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应该先贴这个 这时候应该先贴 贴得着吗 嗯 它如果跟着搬得长的话 你再走别的 嗯 可能 它如果拐的话呢 其实你就让它拐也没事 因为本身这地方就欠一手气 就补一个 嗯 这个应该还是 本身你贴完了以后 实际上这地方还是有退的 这个走完了以后也 拐一下就拐一下 骂人家宰 对 它搬得长 现在可能 对于黑棋来说 更 更好一些吧 它现在就没有断的可能性了 是吗 现在应该就不会断了 现在断的话 它就算推出去也可以 嗯 推不出去啊 我 我里面不是还有断吗 嗯 打吃 这个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再断呢 你再 再断它就吃 那我抽 那跟刚才怎么一样 刚才是这样的 刚才这个子人家是在这的 刚才这个子是这样推出来的 是直接要被揍回去的 这样的话 滚出来 你再搬 你自己是松了气的 然后就这么打吃 然后跑 嗯 打吃 哦 它就这样做活了 可能实在是完全两码事啊 别人不要在这里太纠缠 对 嗯 这样就把白棋断了 刚才白棋就连着的 其实它这个贴呢 意图是可以理解的 那贴完了以后 让自己的这边出头 就出的不是很愉快了 它的本意是 确实不愿意让别人拐的一下 但是贴完了以后呢 这边的出头 出的不是很舒服 对 斑就被断掉 断这个 这个地方 黑棋 然后再断 黑棋有点困难 对 因为白棋的这个 次取下的很巧妙啊 然后再一场 好在这个时候呢 黑棋这可以先打造一下 这个还是 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再 现在必须得防守了 再不防守的话 被别人这么点了力下去 自己这个最起还没活呢 嗯 自己的防守 然后白棋就吃一个 对这个跳吃 这个很痛苦啊 黑棋就不粘了 黑棋就不粘了 如果再粘的话呢 也没什么意思了 从这边补一个 跳一个 这个确实要补的 这样不补的话 人家这边这么厚了 如果再拉出来 这个黑棋很危险 黑棋两块都不负 白棋就提了 这提了也很厚实 全都联想 这个数字 巴木棋也很厚实 这样的话呢 做一个判断啊 在这个局部 感觉白棋挺好的 这两个我加起来 有四十木棋 四十木 白棋呢 这棋 白棋有二十多 这感觉上白棋 还不错 对时候 那这 你想这个地方 比黑棋这两 黑棋这两块空 比白棋这两块空呢 大二十木棋 嗯 大二十木棋 但是现在外面 轮白棋下 对 白棋一走的话呢 外面的 白棋这两个字 肯定比你这两个字要好 要好将近有半手气 对 这还这么厚 白棋厚 这个 整体来说 白棋形式应该还是不错的 嗯 稍优 稍微有一点优势 白棋收脚 嗯 白棋露一个 白棋靠住 长 粘上 拆一个 嗯 白棋走这个 嗯 那时候我们刚才的那个判断呢 还是 比较虚 啊 不够直观 我们等把一些棋呢 都走得差不多了以后 再做一个小小的判断 就就更准确一些 白棋打入 嗯 感觉怎么 好像走着走着 就感觉要收关了 嗯 这个棋 且收不了关了 应该说 因为 比较平 白棋的空呢 还不是特别的多啊 就是黑棋 毕竟有两块空 白棋还是要 这个利用后事啊 去争取 要对黑棋 有一些搜刮 这个过程中 应该就一定会有战斗 嗯 你看这个时候 他普通是拆个二 如果他拆二 我们也拆个二 他补一个 就是算他都 大家都很普通啊 然后这时候 他往里爬 让他再拆个一 如果算这样 这以后扳虎呢 基本上是他搜刮的 现在这个局部呢 我们的细细的点点啊 这是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十 四十目要出一点头 四十目一点出头 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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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五十目吧 加这个五十目 这个地方 如果这算四目 这也算六目的话 黑棋 六十 黑棋 六十目 这个白棋呢 是 就是十五目 二十五 二十五 这两个加起来 差不多三十目 这个也十五目 四十五目 白棋的空 差不多五十目起 对 就现在你光算空呢 黑棋还是有优势的 黑棋盘面十目的优势 对 但是白棋很厚 嗯 如果这么算 现在一轮白棋下 肯定白棋优势 这个肯定是白棋优势 你盘面只有十目多一点 好人家轮真的下 而且人家比你厚 这毫无疑问是白棋优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黑棋现在就在追求一些东西了 黑棋就不肯这么普通的拆二了 他要碰上来 他要争取让你搬 他退 你再立 他要争先手 他要争取把这个拆二抢到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战斗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搬了之后再爬 就是让黑棋在下面坐不成眼 黑棋搬 黑棋搬 白棋现在不肯退 白棋要搬起来 那黑棋就吃下去 黑棋先搬一下 这个是便宜的 嗯 吃了沾上 吃了沾上 白棋拐出来 这个感觉上这个作战 黑棋也还是挺危险的 黑棋的这个形状啊 非常的非常的坏 可以断上来 然后立一下 再护一个 这个白棋肯定要往这边走 这个局部黑棋要没什么棋的话 黑棋可还是有点亏啊 黑棋这个形状已经 还是没处理好 然后这边白棋已经连下两个了 白棋的路数一点都没少 黑棋肯定要继续的出棋啊 黑棋现在拖 拖是一个什么情况 拖白棋这先吃一下 吃有必要吗 现在白棋现在敢搬吗 白棋应该就不敢搬了 搬黑棋打了 冲了吃一下 吃完了再挡 再爬 它就这么冲出来了 其实 嗯 你现在搬 它就打了一冲了冲 这样就就有可能冲出来了 嗯 所以呢 它现在是推这个 搬 它挖一个 这样的形状 一个小小的转换 在这个局部 再打吃一下别忘了 这是便宜木树的地方 对 然后再打一下 嗯 斩赏 黑铁户这个 但是黑棋在这收获也不少 这个角上呢 黑棋的木树增加了很多 啊 应该说也是也是很有收获的 还是先手 提过来 嗯 这个确实收获不小 嗯 那就是中央还是要想想将来别别攻的太辛苦 对那这边什么也得补 它现在拆二 这拆二我们刚才说过的本身价值就很大 啊 现在这两个子基本上被制住了 嗯 你如果要拖 拖的话 它这段一退 你也不好意思把这个 再拼命的往回救 所以拆盖啊 把这两个看清了 那就是轮到白棋怎么利用这两个厚势来攻他了 白棋现在没有去攻啊 这个可能要想攻死他也不容易 他现在先去提这个 提 确实还是很大 确实还是很大 因为他如果正在提过来 不仅木树下之大 可能还关系到白棋的这个厚薄 白棋还怕薄吗 嗯 我觉得白棋已经够厚的 对 你只能说现在看的厚 对提完了以后呢 就更厚了 就彻底活进了 哇 现在如果要是攻的话 是他觉得不好选点 对我就这一个 这一个他跳 然后等会儿这地方还有眼 那就这么压一压 压 这样的话 主要你这个攻完了以后 不知道这两个字有什么用 嗯 这个可能是白棋 就作为进攻方案 他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不能够光看眼前那些 就觉得比较舒服 对 冰和两下 但是可能就把它攻活了 攻活了完以后呢 你自己这个 没有什么明确的收获 那这种攻击 可以暂时先不要拱死 看以后 那提一个 还是比较稳重 这时候先提一个 这个提确实价值很大 那黑棋也没有心情沾了吗 黑棋跟它提相比 你沾 沾被它一虎 这个太痛苦了 这个将来 这个太痛苦了 对 那这个提确实很大 这个提起码得有15摸价值 黑棋拖先 黑棋拖过来 那这手机价值确实还是很大 在加厚这个的同时 还照顾着中央 这个就不能打吃了 打吃在这 这两个要是还拼命的往回家 就就没意思了 我想那那个不是打吃一下便宜吗 那想这个是不是也打吃一下 就不走了 也便宜了 现在黑棋 要走在上面 从上面走过来 还是价值还是挺大的 还是挺大的 就是一方面 这个拆儿一下就变厚了 同时呢 对中央的照顾 也是显而易见的 你看现在白棋 还是不依不饶的 依然要从里面走 要从里面把你分断 但现在呢 黑棋就不是很怕 黑棋这样的一个防守 很简单的可以 可以让黑棋就是很安全了 你要是现在再强强出头 因为你这欠一个断 这个对黑棋来说 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好像他也不怎么怕 那就去 那就应该去拉幕去 先他立这个 再跳 冲一下 还要继续扳 扳这个 这个地方呢 是 基本上手术虽然多 但都是命理型的下方 这肩的过程中呢 白棋肩 黑棋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他可能觉得被虎一下不舒服 命可让脚上受一点损失 推这个 这个活肯定是活的 就是脚上的木树受一点损失 但还立到这儿了 这个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一个 它不是差的 它是碰的 对 这种拆衣呢 就绝对不是陈阳叶下的棋 陈阳叶的棋呢 很少有这样就是特别守规矩的那种什么跳 他下他至少也下在这儿 他不会下这么普通的棋 我记得我在有一次那个做讲解的时候 就是描述陈阳叶是什么样的棋风啊 那次我用的是那个 就是看过笑腔胡子的棋 我们可能都知道 我说他的棋风像那个毒胡九剑 就是很喜欢抓别人的破绽 其他的棋呢 永远都要充满了效率 只要你有破绽的话 他就一定要要去这个 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 所以在他的棋的这个棋谱里啊 除非赢多了 除非赢多了 否则是很少有这样的棋的 对 你往那一摆我就知道 这个肯定不是陈阳叶的棋 对陈阳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他是他的棋风了 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判断一下 就是他为什么不走这个 这个木树 看来就没有领先那么多 这块是31木 31 36 黑木树还是少了不少 这地方以后也没什么木 46 56 也就50木出头 其实 白棋呢 二出二七 三四 这手白棋形式其实还是不错 白棋也有40木出头了 现在轮到白棋下 白棋这个靠呢 确实是一个 他想下成这样 他想下成这样 这个他还要往里搬呢 估计 很可能还要往里搬呢 就算退一个 他也等于先手拆了个一嘛 再去搬 收这样的关子 这个白棋要赢 白棋要赢一点 但是好像这个时候 走中间都没什么意义 主要是走边角嘛 所以人家肯定从二路搬 对 在二路搬呢 他也准备了 他是连搬 但这个时候的连搬呢 估计他万万想不到 黑棋这时候从这拼出来了 黑棋 这个邱骏呢 他的棋风也是非常的顽强 就是尤其他特别的 他有特别强的这么一个契合 就是基本上 你想便宜他什么地方 他都不答应 基本上 他哪怕形势 还优势的时候 他也很少有这种 就是说往会缩一缩算了 很少 他是属于真是那种 宁舍不弯的那么一个棋风 但这样的棋呢 尤其是现在在局面呢 他还处于下风 不说输定了 他处于下风 那这个棋呢 反击看上去 其实 确实不可思议的反击 这边是在护士面前 对 但是这个呢 是他的棋风 确实他是不会甘心 等着失败的 然后再吃 这个 有点恐怖啊 对于黑棋看上去 这个脚上会不会有问题呢 对 我觉得黑棋非常危险 是不是就想弃了 那倒不会 弃了的话 那就 就大败了 他肯定是有他的计算 我们看 现在往里爬 如果粘呢 如果粘的话 他一夹 然后 你要立他粘 这个就不会死 我吃 你吃那就没吃到太多东西 我肥大还能粘吗 他粘你在拐 这个局部好像很难活 不能不能粘吧 粘在拐 你搬 你搬他就 我就 我是不是 我能力 力他就走这个了 不是 他现在就搬 这个已经活不了了 搬 搬我走这个了 对 他吃 打吃完了 提回来 这个不行 所以呢 他现在是要加这个 那白棋呢 黑 白棋还不给你加的机会 白棋要往里爬 往里爬 往里爬 这时候 挖这个是好奇吗 如果粘回去 粘回去 它实战就是粘的 如果吃呢 吃是不行的吗 我就吃这个 吃这个 他走这个呢 你在团吃完了以后 贴这个 这样的话 是一个这样的转换 我们来解读一下 他这个 就是可以这个 嗯 你爬 他叫吃 跟他提这个交换 然后他搬 你现在可以搬 那你搬的话 他收气 你提他再收气 这个局部 我把脚还是吃回来 对对 还是吃回来了 那这样的白棋 他不便宜 因为白棋这边 木树损了很多 白棋要在这里 争取有更大的收获 光吃一点 后面的子 是不满意的 所以他挖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下面也很强硬 白棋粘回去 白棋在粘 嗯 白棋从这边断掉 这个变化啊 是从这个靠开始呢 估计是双方谁也 没有预料到的 这么一个变化 现在我们就一边走一边 跟着他走一边再算吧 就加了 加 他吃这个 然后再衣服这么吃过什么 吃 这些都是必然的 这你也不能拐 你必须得叫吃 对 那叫吃白棋也不能粘 白棋肯定是吃这个 这都是必然的 然后立下来 现在我能粘吗 现在如果粘的话 会是什么情况呢 粘它长 你如果搬 它再挤 你走这个它叫吃 打结 这是一个打结 嗯 一个打结 所以呢 黑棋暂时可以先不开这个结 黑棋是 黑棋是 做这个结 这个结做的 白棋也很烦恼啊 提 然后 还要吃这个 他现在不能提结 他提结的话 人家这个收手叫吃一下 人家这个还是很好的结材 所以呢 他不给你这个机会 他要吃 但是你吃的话 知道那个 白棋就先把这个吃掉了 对 白棋其实可以考虑把那个吃掉 但是估计白棋还想把这个保留一个结材 对 他想反正你拐持后手嘛 他也不会想到你去逆收这个 那白棋现在继续提结 是不是局部还是打结呢 嗯 加一个 然后他冲 然后再冲 嗯 那这个局部呢 肯定 肯定还是要提回来的吧 我想 10123164165 你看他还是提回来了 肯定还是这个结呢 是是不会轻易的让你收场的 那现在是缓气结还是还是紧结 白棋这个 黑棋代替 白棋就沾上了 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这个结感觉上看着很头晕啊 看着像对白棋有利 黑棋那肯定的 黑棋现在也不能沾 沾的话就尽死了 嗯 黑棋将来是 如果要是收气呢 肯定还是打这个结 就是缓气细结的问题 你收气他提 你如果再收气 我再提 他再提 你再收气 不行 你再收气就被打死了 你这时候得打这个了 你打这个 然后白棋粘 你再收气 你再收气 白棋可以沾死了 这时候 你再收气 可以沾你 已经死了 所以你 你只能提这个结 你提这结也不对 原来这棋已经静死了吗 你学着他可以坐眼 白棋从后面收气 是这样吗 再看一遍 现在是这样的 嗯 是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棋很有可能是形成连环结了 就打这个结是吗 你打吃这个的时候呢 他就提结 反正你 你要是 你要是把这两个结都蹭住 似乎不太可能 因为你提这个 他就提这个 你沾上他也沾上 那就永远杀无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 不是那黑棋肯定就 就景气 你提他也提 不你不能提 你不能提 你提他也沾 你就静死了 哦 所以呢 你在一边紧气的时候呢 我肯定就一边提结 哦 那这个结 好像挺难打的 基本上本于静死啊 看看他 摆到哪里了 这是他提这个 168 他提这个 哎不是 168 他沾上了 他沾上了 然后 他现在继续收气 169 收气 那白棋就提结 就行了 白棋就提结 这个棋肯摆得 我们是很辛苦 对 密密麻麻的 嗯 那黑棋就脱箱了 算了 就收关了 黑棋是不是得走这个 我觉得 你看黑棋 黑棋走这个 因为这个时候呢 白棋 毕竟这块棋 没有活进了 嗯 黑棋必须得让你不活 这个打吃 白棋得粘吧 白棋得粘 这个不粘的话 被提还是先手 这个得粘 粘的话呢 它跳进来 它不让你活了 然后再扳 嗯 这个是肯定不让你活了 这边都死成这样了 如果带你活了 它就没细长了 对 小尖 嗯 这时候带行手 有关心的作用 简直太容易了 嗯 这个时候 白棋 黑棋 如果这个死了的话 这个棋还有胜负吗 我觉得 这棋应该就 就快 快下完了 是进死吗 就是 是缓 我看跟这次也差不多了 有很多很多节塞 那我可以慢慢 提着节呀 那我干嘛 非得走这个 我提呀 这个节提起来很辛苦 提起来还不走 你也是个问题 我们看他现在肯定没事 黑棋这绕了一圈 没什么事干以后 肯定还是要提节 183 哎 这个83等于87 他还是要提 提了 嗯 对 我觉得好像就 跟两下就提一提 白棋一定要跟着理吗 你看白棋断这个 其实这个节呢 也不是一个特别的节材 不理也没问题 嗯 他还是要理 就说明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他继续跟着硬节 是没有意义的 嗯 他还是要跟着理 这个节呢 已经变成黑棋的 一个赖皮节了 就是对于白棋来说 基本上可以 不用把它看成 特别特别厉害的 一个情况 对 不关系死活 嗯 黑棋 黑棋爬这个 这个下车还是很大力 这个还是要走 要走 不过白棋也没关系 白棋就跟着硬 尝一个 尝一个 嗯 他还要贴 贴的时候呢 白棋 走哪里去了 白棋就把这个 沾上了 把这个 特别的宣判 你的 吃干净 你的死刑 嗯 现在你再打 那就是说胜利宣言 都是后手了 不然的话 白棋那个节又不怕 可以继续收缸 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 白棋的形式判断 是不是乐观了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 这个地方现在只有六母期了 一二三四五 四 嗯 这个提子密麻麻的 我已经有点点不清目了 就只能点个大概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块是三十六母 但是飞棋提过两个 点不太轻了 我现在这个 在大气团上面前 这个点不太轻 三十六 如果算这个四十二 五十五五 反正陈耀业肯定是判断 他这个形式是优势 不然的话 他不会沾这个 这个讲白棋确实不一定赢 白棋没有想象中 沾那么大便宜 那我就应该继续 对这个我觉得 他走的有点问题 这个节为什么要补呢 你想他如果挡的话 他如果提的话 我们还可以挡 逼你走回去 逼你走回去 我现在就算不能提节 我就算收 然后你要收这个 你要收这个 我就算再拖签 你提 我就提 我几气 你如果提回来 好那这时候 他怕人家粘上 跟他走窗活了 他有黑棋 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 那白棋不打 这个就好了 白棋不打 他将来 他往里去也是一样的 就是拿这个打 做一个例子 做一个收气的一个例子 哦 嗯 不管怎么说 这打没撞气是吧 嗯 我这么摆是撞气了 但是呢 他如果节才群吞有力 他就一个个往里走 是一样的 其实 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去把这个节粘上 现在这个局面还没有拉开呢 差距还没有拉开呢 其实 这样下不一定赢 刚才我点了点木 这个不一定赢 但是具体确实这个木 我点的是不是对 我也没有信心 这个地方 提子是谁先提的 包括 这个我可能至少要有两步棋的一个出 这时候确实 这白棋肯定有优势意识 那黑棋就开始收关了呗 嗯 哪儿 这边打吗 贴回来 贴回来 白棋长 白棋尖这个 白棋夹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夹就很大 黑棋是不是应该扛于顶呀 黑棋是不是应该顶掉这个 嗯 白棋肯定也得跟着用 他现在直接尖 然后加一个 嗯 不是这个尖 这个跳进去 跳进去 搜刮白棋 这块棋也很舒服 没打 然后这个都不打 直接顶 嗯 这个地方不打我不知道它保留什么 要再管你出来 这个切快棋的时候很有意思啊 这个将来万一打不着可就 可就残了 肯定想是万一这个时间不够的时候 再打一下 用它来打姜 打一个不森的姜 白棋这个定型 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的木 我还是等会要把它点轻一点 要不然怎么判断形势 嗯 你先找齐骨 你先摆 我来争取把这个木点轻一点 行 那我们现在是摆 谁先提的 提了多少个字 现在是打吃该黑几下对吗 中间大吗 来找找这个棋 不知道什么地方大 这种斑 现在应该在哪下呢 大家也跟我一块来想一想 到底应该在哪下 我觉得现在这个收棺 不知道应该往哪下 它还是沾上了 它还是沾上了 我觉得这样的棺子太难 太难收了 我们刚才不小心拿下来了 对对对 它走的就是它飞住的 就 白鱼石 边角好像都没什么 只有大吗 那这个挺大的 这个确实很大 这样的话 刚才我点了一下 这里是 基本上大家都不能算木 因为白棋 白棋这个不能算木 嗯 这个可以算 22 23 24 25 30 35 37 37加6 43 这应该有一目 44 52 52 52 58 这边 4 现在感觉白棋 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现在是轮白棋下吗 对啊 点一个 它尖一个 还是要白棋 是白棋要稍微好一点 后面的棺子有问题吗 210 这样的棺子 我已经不会收了 不是不会收了 是不会找了 嗯 的这个 我说如果我下的话 我也不知道应该往哪下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应该往哪去找 比较迷茫了 后一个 嗯 它就是还是在中央要寻求定型 就尽可能的去减少你中央的木数 然后飞出去 飞 然后再吵 这个地方的棺子呢 确实对于我们棋友们的这么一个水平来说啊 这个棺子欣赏起来有难度 对 而且 其实现在这种棺子呢 它很多棋啊 是跟这个形式判断有关系的 嗯 那这个地方的木数 我不知道他们实战的时候能不能点清 我觉得要是让我在独秒的催促下去 点这个木 我是一准我是点不清的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我觉得可以那样 就是数边上的棋子 但是中国的规则 这个边上的棋子有可能就放回棋盒里了 你知道的这个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情况 对 我就说可以简单的就数一下边上棋子 打一下 加上 加子 这个加有可能损半木 就是关键要看将来能不能收回去 226 这个地方可不要被人家逆收了 这个地方会被逆收吧 它现在冲 所以应该团吧 这个冲大吗 团吃一下算了 冲这个 嗯 它吃一下 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摆这个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棋就是我现在的判断啊 我觉得是白棋要稍微赢一点 当然我的木树是不是能点击稍微点疑问啊 但最后的结果呢是黑棋赢了一幕半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跟棋友们一样 刚刚拿了这个棋谱哈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后面的棋子是不是白棋什么地方收的有问题 还是现在白棋已经输了 这个确实我我点幕不是很有信心 尤其这种情况下在大棋盘上点幕我也不是很有信心 那我们就是再给大家再继续白棋一下 我觉得这个棋子收的可能有点问题 稍微有点问题 这个肯定人家是不会不会硬的 现在被搬一下这个很痛苦 我觉得白棋这个棋子肯定收的有问题 这个应该吃一下完了以后搬这个得了 这个搬太大了 这个搬如果被黑棋搬毡的话呢 黑棋是三十五目 黑棋已经长了四目了 白棋还差两目 这有逆收六目的价值 逆收六目的关键是 就这个地方的棋子啊 它不是直接搬毡 我们注意看啊 黑棋还不是直接搬毡 如果直接搬毡的话呢 你可以打猴 对 这边差两目 它现在 它这个烦啊 它要先搬你一下 这个很烦恼啊 它要把你搬成这样以后 再搬这样你 这样的话 就是还要扣你两目起 对 这你很烦恼 你现在总不好意思走这个 你走这个 这个就架着就小了 所以说 我觉得白棋这个棋子收的小 白棋应该团打 防止它那个挤过 团打完了以后搬这个 这我觉得白棋还是要赢的 我们看啊 这个棋子 它冲在这儿 这个冲 我真的觉得价值不是很大 对 它打车 被人家搬的时候呢 它只有它气盒了 它气盒搬在这儿 这个吃掉还是很大的 12345加第3 这是后手巴木的一个关子 嗯 这个冲哪里有后手巴木 你想 没有 那个吃后手巴木 这个 这个 逆收123 不现在你就把 你就像我们刚才把它打掉吗 把它打掉 然后 那就更小了 这个 更小 其实你就算冲 你也应该先打完了再冲 你也应该先打完了再冲 这样将来吃掉这个子的时候 木出来还多一点 嗯 这个白棋呢 我相信我刚才点的木啊 这么一来啊 我相信我刚才点的木呢 问题不大 它的关子收到 对 它后面的关子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 就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个冲 12345 这个五六木最多了 五木多吧 六木的应该都到不了 嗯 这最多了 木木齐最多了 那这个是后手巴木 这个一个局部 它两木齐就亏出去了 对 明显这边 最后是黑棋赢了一木半 我相信这个地方的关子呢 已经直接影响胜负了 把这个打掉 然后再把这个吃掉 这个地方的关子 很有可能 对于白棋来说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嗯 因为这个手术很多 我们318时候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摆到最后 密密麻麻 提掉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这么一算 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个关子明显比那个价值要小 小的两木齐嘛 是是怎么都都看到了 中间这是不是 可以吃一下 中间可以 可不可以吃出木来 中央白棋总是有一些木 那这个大吗 吃这个 嗯 那要看 下的下的就大了 我觉得现在就挺大的 这个找得让人头疼 136 确实找得让人头疼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呢 这底下主要有很多的打结记录 嗯 这个这个这个打结记录很可怕 就是我们在上面可能找了半天 找不到棋的时候 要去这个地方的小字去找 这个 尤其到后面小关子的情况下 经常会有一些打僵 那总的来说呢 这个地方的一个关子啊 就是在 在大关子阶段吧 这个海藤大关子的时候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失误 很有可能是致命的 哇 白紫队这个沾回来了 嗯 这个也很大 然后他 这个 这个也很大 这个 不然被一吃一吃 中间就有些木 所以然后他再挖这个 这个还做出一只眼了 嗯 就跟这个有关系 咦 挖了一下 不走 嗯 不走 他已经 便宜一点 要把你家顶在这的时候 他就没有机会挖了 嗯 我觉得啊 算了 这个这个关子呢 因为我们现在才摆到239手 就是离后面的 还有很多 但是呢 后面的结果 刚才我们已经宣布过了 是黑棋剩了一目半 嗯 就是就我刚才这个点木 我把这个丝子 好好算了一下 我觉得在输到这个关子之前呢 其实白棋感觉有稍微的一点优势 啊 因为总体的判断呢 白棋把这个吃了 应该说还是很有收获的 当然这边也损了不少啊 这边最后还被他打吃一下以后 提四个字的地方 没有两只眼 只有一只眼 哎 同时呢 对黑棋攻击呢 黑棋也有一些收获 总的来说 这个转换呢 应该是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但是考虑到一开始 白棋的一些 这个定型之后呢 有一些收血的优势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们点完木 以后在全局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如果小关子收好了 白棋应该还是 还是有希望赢吧 呃 有希望赢 但是 对 这个 反正 如果后边不摆的话 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前边 嗯 前面也不是很好控制 前面 这个 肩冲过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肯定是 白棋肯定是满意的 嗯 能提到四个字是满意的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白棋是 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优势 下到后面可能白棋这个 粘节呢 确实也有些早 因为这个节还是还两期节呢 那个时候 嗯 白棋也有一些优势意识吧 加上关子呢 收的 收的也有一些 不是很精细 最后呢 这个棋 就是邱俊赢呢 我觉得是赢的有道理 因为邱俊的棋啊 确实很顽强 你有一些稍许的优势 但是 对 他会一直顽强的追击 嗯 人在这种追击的情况下呢 是容易犯错误的 对 只要坚持就能取得胜利 这盘棋 我觉得陈昌叶输的 肯定很心痛 我记得四年前 陈昌叶就在半决赛 输给过邱俊 哦 那是四年前还是五年前啊 也是同一个比赛 嗯 那盘棋就是被邱俊逆转的 今天呢 又被逆转了 又被逆转 肯定非常的郁闷 肯定很郁闷 嗯 那这样呢 就是 常浩和邱俊进入到决赛 好像他们两个人 在这项赛事上 都没有拿过冠军 是 所以呢 这届阿含同山杯呢 肯定要产生一个新的冠军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这盘棋 就为大家讲演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